署長這樣講是失言的 我認為他應該要對吳思雄 對徐曉欣表達歉意 鏡頭前喊話要前衛生署長 楊智良出來道歉 因為前一晚 在國民黨立委候選人張思綱 唱字駐獎的這段話 已經燒了一天 我們台灣的男人 超過三十年一號 就沒有了 所以吳思雄 我們是活著的 一隻一人 絕子絕孫 不管旁邊張思綱怎麼拉手阻止 楊智良似乎沒有要停止的意思 那選舉是選賢與能 比的是問重能力跟服務績效 而不是在比子宮的使用率 我講都是實話 那當然我刺漏他的心 他恐怕他自己要去檢討 為什麼這麼脆弱 一貫的硬態度認為自己沒有問題 但楊智良的爭議還有這一桩 今天不要來這邊講 回家去愛愛 楊署長開這樣的玩笑 我立即的反應說 我不喜歡 我不要 我沒有這個意願 綠營的網軍卻來我的臉書洗版 攻擊 惡意 叫我說不要開記者會了 叫我回家愛愛 說自己不只被性霸凌 就連生育能力也被質疑 許小欣婆婆跳出來發聲 說自己跟勞工從不過問 許小欣考不考慮生孩子 雖然理解楊智良 對國家少子化的憂心 但我的媳婦巧欣 沒有做錯什麼事 她只是勇敢的走在她 熱愛的道路上 就在國民黨小鸡們 忙著拆彈之際 楊智良卻對平面媒體表示 因為她幫張思綱抬聲量 讓張思綱感謝都不行 根本不需要靠這個充聲量 我覺得充到底是楊智良 自己的聲量 所以叫他來找我去講 當初的美意 現在恐怕變成張思綱的陰影 TVBS新聞 高資雅維佳琪台北新聞報導 即時準確的開票 下午六點大局底定 帶給您現場 盯手觀察 晚上八點 政治新局 美中台關係 帶給你最順利的關係